全锅顶要全辣锅还是什么 全辣 嗨大家好我是莱莉 这不刚刚从重庆回来没几天 又开始想念那一口刺激的味道了 今天晚饭后和什么哥来人民广场 一起吃一个火锅夜宵 怎么样 作为一个刚刚重庆回来 毫无压力 全锅顶要全辣锅 全锅还是什么 全辣 要不要这么拼啊 保护好我的体网 我这给你吃 正正的重庆火锅的那个料理 在什么哥的一再坚持下 我们还是选了个鸳鸯锅 虽然是晚上第二顿 但还是结结实实地点了一大桌 把这红彤彤的鸭血先放下去 臭臭的韭菜和新鲜腰化组合 这个一定得放辣锅 看着点煮啊 别给它煮饶了 现在火锅店都玩得这么花的吗 我们就点了一份肉啊 他们就送上来一份圆形 说给我们拍照又 手毛哥玩得可开心了 切好的火鸟肉 被他们摆成玫瑰花的样子 像重庆火锅里的毛肚鸭肠 那一定是必点的 软软的弹弹的 那绝对是应刻在身体里的记忆 需要解辣的话 可以来这一大口菠萝兵 这干锅你个挖可以啊 还挺完整的 运动的 没动过的啊 这就是大块大块的 吃起来就很爽 喜欢吃辣的朋友 看到这一口红艳艳的 烤水绝对止不住 这里氛围就主打一个轻松自在 而且人广嘛 宇宙的中心 哪个锅来都方便 你放锅里 这个锅太淡了 现在这样差不多 配着锅咋来几个小菜 像这粉蒸排骨 不够味的锅里还能涮一下 还有紫薯做的大肉包 咬开是一道口的肉丁馅 啊你放辣的里面 不然呢 啊好吧 就当点了碗辣宽面吧 紧张 什么个被这亲戚脑洞的创意给震惊了 给你想象中的 这能好吃 解辣 还挺好吃的 最后一口奶茶豆花 一丁点甜 点亮这一碗幸福的夜 人均200 好似又去重庆溜了个弯